我本以为靠喊个名字就能火的时代已经过了 没想到还有高手 我最近新出的一个新英雄Sweetie 我那个都什么鬼我听了二十多遍 就很磨心我给你们听一下 你可能不会想到的是 这一句Sweetie又让曾经顶流俱乐部重回巅峰 就这么说她的影响力已经不亚于当时的逍遥名册了 这一句话就和一个俱乐部的神话也就此诞生 哇这一下我感觉我的亲爱陪伴的竞争不过了 就是现在像我这种只有国富选手 不搞暧昧不搞消费套路的陪伴团还有人喜欢吗 我猜应该是没有吧 毕竟还是那句老话唯有套路得人心 我就曾经见过一个陪伴团 那些陪伴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但里面的陪伴拿捏人性拿捏老板是找不出第二家的 说那里的老板夸张到什么程度 管理大吵一家都退群了 过几天还要舔个脸冲钱求着回去 我真的一点不太夸张的就是有这么牛 即便是这样我也一点不眼红 因为我始终觉得一句话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只要我做好服务做好配配质量 那就一定会有属于我的老板们